就是小美以前她完成了所谓蔡英文的心愿以后 她跟蔡英文一样必定会历史留名 然而一旦历史留名 她会造成美中台三角之间关系的紧张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赞猫秦萧美秦回到了台湾 她首在是拜访了陈建仁 当她在拜访陈建仁的整个过程当中 她讲到了台美关系 然后她是否是副手 那当然现在很多人是把焦点聚焦在 所谓的美台关系或者是赖清德的副手上面 但是今天我碰到一位朋友 就是说我的朋友告诉我 她说其实按照我过去在视频上面讲的 她说现在在台湾已经引起了注意 我说到底是什么事 怎么会引起注意 她就讲 她说你跟郭一鸣讲的 就是蔡英文的心愿 她说事实上这个议题在台湾很少人提到 她说没有想到那我事先提到 她很好奇的问我 她说你的消息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说我的消息是华府的记者告诉我 就是说这一些华府的记者 事实上他们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 尤其跟萧美琴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要好 他们可以是直接进入到萧美琴的办公室 跟他们谈一些事情 那萧美琴也是不经意透露出来 就是说现在台湾讨论萧美琴反台 他有四个重要的议题 第一个重要的议题是高空气球的问题 那这些问题已经谈过 那第二个麦卡锡是否来台湾的问题 也已经谈过 那第三个问题是副手的问题 也已经谈过了 那第四个问题呢 是他回台湾来 要跟吴钊燮 要跟赖清德 要跟陈建仁 要跟蔡英文谈什么问题 他说事实上 就我理解 还有两件重要的事情 是萧美琴必须要极力促成 第一个 就是在今年的八月 台湾 中南美洲的 一个国家 叫做巴拉圭 新任总统要就职典礼 蔡英文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出访 或者是过去美国 那第二个 就是蔡英文会不会趁过去美国的 时候 转往其他地方去访问 或者在美国国会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对美国国会进行所谓的视讯讲话 他说事实上 他是看了我的视频 他就很好奇的问我 他说你怎么会知道蔡英文的心愿 我说蔡英文 他要追求他的历史定位 第一个 他在内政方面一塌糊涂 就是两次的败选 尤其是2022年三代 所以 他就必须要 转往外面发展 那转往外面发展 他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就是说 我也研判过 民进党的内部 对于 大选的提名 的方式 蔡英文 事实上他插不了手 一切要由赖清德 来制定这些游戏规则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必须向外 有所突破 虽然他能掌握成见人 但是民进党 现在是由赖清德当家 你尤其是2024的大选 对蔡英文来讲 他最多只能够扮演 监军的角色 他无法向过去搞一言堂 所以我就判断 蔡英文极有可能 已出访的机会 到其他地方去 然后以过境的名义 干什么 就是完成他对外的心愿 就是三个心愿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 萧美琴的访台 第一个各位看 4月的时候 麦卡锡 4月时候究竟要不要来台湾 如果不来台湾 大概就在8月 那在麦卡锡 是否来台的问题上 蔡英文既然他采取主动的方式的话 他会尊重麦卡锡来台的时间 那这个来台的时间 我在网路平台跟视频 我写过 我也说过 我就不再重复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说 如何到达美国 因为毕竟美国跟台湾之间 没有邦交 依照过去的惯例 就是美国会允许他过境 因为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到蔡英文 都是一样 只不过是过境 里域的方式的问题而已 那再加上 美中之间关系紧张 拜登政府频频打 所谓的台湾牌 那就是因为 拜登政府打台湾牌 各位看 2018 蔡英文过境美国 所受到的领域 那现在 是2023 时间过去了五年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会不会趁去 中南美洲的时候 对 美国或者中国大陆 进行一场 所谓的突击战 一旦是这样的话 必然会引起 中国大陆的反弹 所以我就讲 肖美琴这次回来 是否会完成 蔡英文的心愿 就要看肖美琴 怎么跟蔡英文谈 况且这种事情 他不会透过 手机电话 外交油带 一定会直接面谈 那直接面谈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 保密性高 第二个 他对会界 还有过境的方式 两个可以详细的讨论 事实上 为什么讲过境跟履欲 这个里面就涉及了美国 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态度 或者一种姿态 会不会打台湾牌 要把台湾牌 打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美国自然会告诉小美琴 当然这件事情 知道的越少越好 那第三个 就是一旦履欲程度提高的话 就可以运用突袭的方式 达到他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是根据 这三者之间的演判 但是话也要说回来 就是小美琴 她完成了 所谓蔡英文的心愿以后 她跟蔡英文一样 必定会历史流明 然而 一旦历史流明 它会造成美中台三角之间 关系的紧张 这个紧张 我们就说 2023的8月 应该是美中台三方的风火月 因为不要忘了 麦卡锡是否来台 我们看裴洛西老太太的历史 在去年也是一样 最后以染疫为名 然后突然跑到乌克兰 在8月的时候再来台湾 所以 从现在开始起算 民进党的提名制度 大概是在今年15月间进行 到8月 大势底地 那蔡英文那个时候 可以放心 到其他地区 去看看 然后顺道过去美国 然后她过去美国 因为领域的提高 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就要视美国的态度而定 我看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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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